Hi My name is Kaiyuan 我們今天就快速開箱 跟大家分享這一台A7-CR 就是把A7-R5的感光元件 塞到一個A7-C的超小機身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超多的廣告跟說明書 我覺得台灣Sony這邊的倉庫可能沒有開廚師機吧 這個盒子感覺都軟軟爛爛的 好像有點像瘦巢的感覺 OK 我們這邊有一個A7-CR的專屬背帶 哇 那盒子裡面直接附給你一個相機的底板底座 就是你可以如果有一隻比較大的手 你下面的小拇指 就可以比較有地方可以支撐 OK 這我們的Sony電池啦 NPFZ100的電池 這個是16.4瓦小時的電池 也是蠻大顆的 我以為他會用比較小的電池 但是他一樣也是用這種巨無霸操縱電池 這還蠻有份量的 沒有100克啦 但是也有85克的電池 這就佔機身重量了一大半 OK 這就是我們的A7-CR啦 哇塞真的是超級輕 哇 飛起來 相機 哇塞 盒子裡面就這樣子 他連充電線充電器充電座都沒有 就是讓你自己自生自滅的概念啦 反正我們接著就開始來使用一下 這台A7-CR到底用起來怎麼樣 然後有一些優缺點 我也會一遍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在這麼小的機身上面還有一個麥克風接口 下面還有一個耳機監聽孔 這個硬塞進去還是蠻厲害的 那我們也有HDMI記憶卡 一個卡槽而已 那上面還有一個USB Type-C的充電孔 因為沒有附充電器你只能一接USB Type-C來充電 那算方便 也算是沒有充電器 那你就要另外購買啦 就看使用需求啦 哇塞 我們把電池把手裝上來 我這樣超級無敵巨無霸的手 也是可以抓著好好的 就是把把手變大的概念啦 那下面換電池的部分呢 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打開 它就是把它翹起來 然後你再去打開你的電池艙門啦 就是變兩步驟的換電池方式 但是這個機關 哇塞 真材實料耶 真的很扎實的感覺 但是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你買一台小相機 然後你還要再讓它變大的概念 到底誰會這樣子做呢 應該不是我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拆掉 我們盡量就把它 用原始 最小的尺寸來體驗這台相機啦 就 幹嘛把一台小相機變大 那你不如直接買一台大相機 就好啦 而且大相機還可以獲得更多東西 我也不知道 這到底邏輯是什麼 A7CR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它的機身尺寸 但是我這手邊有一台 α 7 第一代的 A7S 那其實 第一代的α系列 好像 還比較小 整體還比較小 然後它重點是上面還有一個 標準尺寸的 觀景窗 那這個 A7C系列 它的觀景窗就比較小 那一樣全片幅的感光元件 A7C系列現在已經變得 又厚 又胖 那 大小 其實是 更大的 重量的部分也是比第一代的A7還要再重 一些些 就 整體都是變大的 就是沒有回到之前那種 超級真的是超級輕巧的 這種 哇塞 一隻 兩隻手指頭可以拿起來的全片幅相機 這個就是稍微有一點重量了 那剛剛充電的時候稍微測試一下它到底是多耗電 它在拍照跟拍影片到底用了多少瓦的電在支撐它 那你在待機的時候就是你在相機模式待機的時候就用了3.2瓦 那你在影片模式的話待機的時候就用5.2瓦 所以你在影片模式待機會比較耗電 然後你在拍攝照片連拍加上防手震的時候你用的瓦數是8瓦還蠻高的 那你在拍攝影片有加防手震的話 你拍攝的時候10bit也是只有到6瓦而已 所以你拍照 連拍 防手震 自動對焦加起來瓦數是用最多 那你如果要省電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就是如果像是你在拍影片拍到一半但是你想要 稍微 休息一下 那你可以回到播放頁面 那播放頁面 比較省電大概是2.7瓦而已 你就是不想要一直開關機的話 你可以直接跳到播放頁面 省電省還蠻多的 那USB Type-C充電的話也是蠻慢的 它只有13瓦的充電 那充一充 充滿整顆電池 可能需要花90分鐘的時間 才可以把整顆電池充滿 那我這邊就開始一邊使用一邊設定 那我看到一些很酷的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 慢慢來跟大家做分享 這台相機也有雙原生ISO 所以你在拍攝照片的時候 原生ISO是100跟320 但拍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開到S-Log3的話 這一台相機的雙原生ISO就變到 800跟2500 這台相機是有機械快門的 但是它 只有一半的機械快門 因為它把它前連拿走了 所以才有這個輕巧的機身 那前連拿走之後 我們就只有電子前連快門跟 全電子快門 這台相機的感光元件 也不是全域快門 所以你如果在 用電子快門的話 你這樣子左右混動 拍運動啊之類的 你就會 出現一些像是果凍現象的 狀況出現 需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台是A7C有了 6000萬像素的感光元件 所以我們剛剛是 JPEG的連拍速度 現在是RAWDOWN的連拍速度 所以就 慢了還蠻多的 那你 拍完了 你還要再等它 讀到記憶卡 還要等一下下 這台相機內建有 縮時攝影功能 就是拍攝一張一張的 6000萬像素的 照片 那我覺得 拍縮時攝影用這台相機真的是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還有 USB Type-C 可以供電 你就可以長時間 拍攝啦 不怕 裡面電池用完 然後 又要換電池幹嘛 就會不方便 直接接著電 長時間拍攝 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下一個功能就是這個 像素位移 高解析 它就是有內建防手震嘛 但是你如果 感光元件動一動 然後連拍幾張 你就可以組合成一張 超級無敵巨無霸的照片 像素位移功能 拍完了 你是沒有辦法及時預覽的 它就是直接幫你拍了四張照片 而且是電子快門 沒有辦法調成機械快門 這也要注意一下 反正你就是 拍完 你沒有辦法馬上看 你要回到電腦 自己到軟體 用完你才知道到底長怎麼樣 又發現另外一個 就是它裡面有內建B塊門的計時器很棒 但是它最慢有一個限制 只能拍到900秒 就是15分鐘 像是我都會拍攝一些超級半個小時 之類的長時間曝光功能 這個就很可惜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局限一個15分鐘的曝光計時器呢 我希望可以再更長一點 因為我加那個15檔 超級黑的減光鏡 我要拍攝真的是 長時間的移動 應該是要讓我們 能射多久就射多久 這900秒有點局限 好的 它的自動對焦追蹤的這個功能 我們就單講追蹤這個功能 其他的 我覺得其他人應該分享比我詳細 但是追蹤這個功能真的是 太讚了 就是你追蹤一個物件 你假設你對焦這一個點 那你追蹤追追 然後它不見了 或是你直接 晃到其他地方 然後再對回來 它還是可以再辨識到同樣的位置 然後再持續追蹤 就你完全已經 移出畫框了 然後你再拍回來 它還可以再持續追蹤 就 其他相機應該就是 如果移開 它可能就已經消失了 然後 無法再 病視同樣的位置 但是這一台可以 你就這樣拍一拍 然後再回去 它可以病視到同樣的位置 然後再持續追蹤 這真的超強 那剛剛那個很厲害的追蹤 只限定於在拍照模式下面 在拍影片模式也有追蹤功能 但是 你如果 追追追丟了 它移回來 它是不會再持續追到那一個 物件上面 它就開始亂飄亂對 這樣子 我們把我們影片的追蹤速度調到最慢 然後把追蹤靈敏度也把它調成最弱 就是理論上我們應該要鎖定一個目標 鎖得緊緊的 但是 這樣子也是沒有用 就是 只要晃一下 它就會消失 沒有辦法持續追蹤 就這樣子 晃一下 然後回來 它就馬上就消失了 完全沒有辦法持續追蹤 那在照片模式的話 我這樣子晃一下 回來 它還是可以持續追蹤 就兩個差異 其實還蠻大的 就是追蹤了 鎖定 黏的程度不太一樣 稍微講一下它的觀景窗的部分 雖然看起來小小一個但是 其實沒有這麼糟糕啦 看起來 其實畫面是蠻大的 沒有像是那種小小口袋機那種 哇塞 怎麼螢幕這麼小 然後看不清楚 很遠的感覺 這個其實 畫面還蠻大的 我覺得 沒有捨棄太多的品質啦 看起來也是不錯的 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深入的測試 你可以去訂閱我的工作室頻道 這台感光元件啊 動態範圍啊 雜訊等等的 測試 都會在 工作室頻道上面出現 那這就我們今天的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來吧 我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